高雄人武区最近出现有人套上了土地公的人偶四处讨钱 要是不给的话就会站在门口不走 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恐慌 有压抑诊所人员看到人偶之后赶紧将铁门拉下 但没有想到铁门却遭到狠踹 巨大声响把诊所里头的人都给吓坏了 半程土地公来要钱被拒绝 却赖着不走站在原地好几分钟 这家不行换别家 你跟他回首不要他还是会挣 我有一次遇过他站了快十分钟 土地公四处投钱这行为举止让人好害怕 有民众就发文土地公站在店门口 疑似想要跳舞 摇头说不需要他却赖着不走 由于都是女生觉得可怕 先将铁门关下 结果土地公气得用力替铁门把民众撒坏 网友却歪楼如果能跳16吨就给钱 叫他跳晚安大小姐 还有网友说朋友的小孩被他撒哭 实在有够掏人眼 因为他们刚好到休息之间就放铁门下来 就他可能就不爽就串人家铁门 这其实很明显的那一阵门 因为其实装那种神像他是很重的 他基本上就是要跟我们要钱 这土地公挨打挨户要钱的地方 就在高雄人武闹区 当地的居民说 时常在路边看到他出没 只要看到民宅或是店大里面有人 他就会到门前跟住户要随喜功德 不给还不走 有些人只好给个十元二十元 打发他离开 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住路场所 乞讨教话不听劝 可处三日以下居留 或新台币一万两千元以下罚完 土地公这样的行为恐涉及是违法 虽然警方没有接触到民众报案 但已经着手调查 给不给钱是看个人意愿 但一直赖着不走 还抱走踢铁门 不仅让当地的居民很害怕 也很困扰 记者王云佳张启渊在高雄的采访不到